字幕提供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 網路上面會有直播 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 同時也會在燦爛時光網站 也來跟大家做持續的播出 今天要跟他談的這個議題 其實是發生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台灣有很多的NGO團體 他對台灣的不同的弱勢群體 他們都有非常多的一個照顧 或者是有很多的這種關懷關切的一些行動 那台灣有一個非常著名的 也在海外有類似的這樣一個機構 叫做關愛滋家 他們是長期關心愛滋病的群體 不過這個關愛滋家呢 這個禮拜到了台北市政府前來 澄清抗議 為什麼澄清抗議呢 因為他們表示這個台北市政府呢 其實不斷的去騷擾 或者是所謂的關切吧 這個關愛滋家的這個舉動 所以他們要到當地去 到市政府前面去表達一些不滿 那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關愛滋家的秘書長楊潔瑜 秘書長你好 你好館老師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來 跟潔瑜秘書長來進行連線了 那也許我們很多的聽眾朋友 可能聽過關愛滋家 甚至有些人是沒有聽過關愛滋家 是不是可以請潔瑜秘書長來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關愛滋家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呢 基本上關愛滋家是在1986年 因為我的朋友感染艾滋病 然後我就照顧他 這個階段大概有17年的時間 我自己自立來去照顧這些艾滋病人 然後同時也在1996年的時候 我開始協助在台灣落難的一些移工 新移民婦女或男士 也幫助很多外國人在台灣生病落難 他們沒有地方可以依靠 所以我那時候就伸出手來幫助他們 所以外勞的收容也大概有18年的時間了 我們在台灣在大陸都有艾滋病人的照顧 那是在2002年的時候 因為在中國河南聽說很多的人賣血而得到艾滋病 所以我想說我能夠做什麼呢 當我在田野調查的時候 我到了河南的村落 爺爺爺爺看到我就跪下來求我 請我把她的孫子帶走 我想這情何以堪 我能夠做什麼 後來我知道原來是1980年代 中國政府開始鼓勵血清工業 大家晚休來救火 1990年代就有一些人 感染艾滋病進去賣血 那他用的方式是分離式的賣血 也就是分離式的採血 分白血球去做血清製品 也就是發展工業血清 然後紅血球就輸回人體 所以O型血 A型血 AB型血各一個機器 所以一個機器如果有一個人感染 就爆發集體感染 所以死亡的情況到了2000年 西元2000年就非常的嚴重 當我下鄉的時候 也就是花病高峰起 很多人都死亡了 如果一個村落有1 3分之1的人賣血 就有2000個 一個村落有2000個居民的話 就500個青狀人賣血都得到艾滋病 然後1 3分之1以上死亡 爺爺奶奶看到我就求我把孫子帶走 因此在2003年 我開始在中國河南艾滋村設了一些古兒院 那時候我還沒有成立協會 我還是自己的能力去照顧艾滋病人跟外勞 那我也經營了很多的事業 包括我也最後後期開了11年的一個花店 那花店後面都是中等病人住的地方 那開始發展了大陸工作 我覺得我真的能力有限 我自己在台灣照顧四五十個艾滋病人跟外勞 如果我在大陸 我又要去承擔一些古兒院的支出 我覺得我真的是棄虛了 後來我的朋友就說 那你就成立民間機構吧 所以2003年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 就這樣成立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簡單 其實是一個非常辛苦的過程 特別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對艾滋病還存在了某些的刻板印象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艾滋病的感染 他其實未必跟所謂的同性戀是有關 他常常是跟協議 或者其他的關係是有關聯性的 但是這個社會還是一樣 對艾滋病存在了一些所謂一種比較污名化 甚至是某種的這種所謂的 排擠的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不曉得您在從事這些工作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也曾經遇到過類似的這種社會對艾滋病的污名化 或是甚至這種所謂厭棄的這種情形呢 一直都有的 像我一開始都不敢去 我們像草根組織一樣 在社會的角落裡面 有人需要我們就去幫忙 然後我們從來不敢曝光 從來不敢去想到要成立機構 就是因為擔心成立了機構以後 大家眼睛就望裡望 你只要在你身邊的人 他們就覺得這個可能是艾滋病人 這個可能是歸款外廊 我們就怕被人家落映 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敢走到檯面上來 2003年成立以後 我就請我的朋友幫我們買一棟房子 給我們免費使用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現在文山的附庸部 在2005年買下那個房子以後 馬上就有人知道 他們就看到我們家有老人 有小孩 有病人 還有外老 他也問不出所以難來 我們講了很多的理由 他們都不相信 後來他們就報警說 我們家有回法外勞 那時候就把五個外勞 跟孩子們帶去了警察局 我就去把他一一擇護回來 帶回來 然後也告訴他們 也透過移民署轉介 所有的個案都是移民署轉介 所以他們證實了以後 這些個案就回到我們家 但是因此而曝光 那警察就告訴管區 管區就告訴里長 里長就告訴我們所有的管委會 那這樣爆開以後就開始 他們一連串的抗爭 那抗爭到現在也十年了還在抗爭 那這個抗爭那時候 他們限我們十天內搬家 因為大家還是不了解 因為空氣也會傳染 我們的放糞池 我們的大小便 我們的垃圾 我們的小孩跌倒 他要不要去碰 他怕孩子有傷口 他會被感染艾滋 所以他們都害怕 那他們擔心我們的婦女 去勾引社區的男人 讓他們得到艾滋病 讓他們的先生得到艾滋病 他們很多很多的懼怕 所以有的就比較激烈的就說 那我要放火燒你們房子 如果你們再不搬的話 那他們在限我們十天搬家 我們就請了一群志工穿著白跑 在社區裡面唱詩歌 我們企圖用柔性的訴求 讓社區包容跟接納 那這個時候 媒體也都以頭版頭條來去看載 然後也告訴社區 艾滋病必須透過行為才會感染 不完全的性行為 血液疏傷的行為 及母嬰傳播的行為 如果沒有這三個行為 你是不會得到艾滋病的 蚊蟲定藥不會 過益也不會 但是一般還是怕 所以我們在社區裡邊 這個友好行之後 媒體就一面倒的 希望社區包容跟接納 那社區就覺得 好像被打了一個棍子 就非常的悶 他最後他就採取用 去法院購我們的方式 希望法官訴求 裁決我們搬離社區 那一審法官當然也是蠻仁慈的 他就是說 以比例原則 我們人少他們人多 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所以我們敗訴 我們必須搬離社區 那我想體恤 大多數的心情 我們是能夠理解的 但是就對於人權來說 全世界愛滋病政策 對人權都有保障 包括就養就學就業 但是這樣的判決 實在不太能接受 可是也很無難 後來只有走上訴的路 那判決的過幾天 就台北市長 那時候是馬英九先生 他就來訪釋我們也關懷 那回去以後 當然也促行立法院修法 那修法了以後 很快速的就修過 就個特別法 然後修過以後就保障 整個愛滋病人居住 跟救養的權利 那我們就保留在在新社區 繼續居住 那在還沒有判決之前 我也是想要回饋善意 讓社區不要害怕 所以我們就把在新社區 改成婦幼婦 也就是婦女跟小孩 那時候剛好也有屏東一個三星人士 提供他的地方 租給我們去收容病人 所以病人就搬過去 所以這個社區其實抗爭有10年了 那到現在 他們從愛滋 然後到孩子婦女 那到現在外老的問題 其實一直有很多的理由 來牽制我們 來為難我們 但是不是所有社區的人都是這樣 是少數的那些掌權的人 像我們在社區裡邊租個車位 他說我們家有客人 我們的車子沒地方停 會讓社區混亂 那我們就去租車位 結果租了車位以後 他就已經簽了約 錢都付了 他就告訴他們 你不可以租給關愛之家 那就取消了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的理由就是 你不要助長他們 讓他們有客人來 因為他擔心車位租了以後 客人會更多 但是其實不是 我們是在解決問題 但是當每次我們要解決問題 他們就是不讓我們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 我們對門有一個先生 他好像不是很多字 所以他也有一點憂鬱症 他就每天限制我們的行為行動 讓我們開冷氣 晚上不管你多熱 到了10點 他叫我們冷氣一定要全部關掉 我們家如果開瓦斯爐 他就覺得瓦斯爐的聲音也吵到他 然後他就叫我們10點以後不可以開瓦斯爐 就是你有很多的行為他就被限制 我們有善心人士幫我們做隔音玻璃 隔音玻璃做了以後 當然就情況比較好 但是我們必須要常常關著床戶 關著滿 要不然的話小孩子的聲音 或大人說話的聲音就會干擾到他 他住在我們對門是發明相的 不是那麼的窄 但是他有一點神經質 所以我們也是很困擾 然後這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其實困擾很多的就是說 不管在某個階段 只要讓人家發現有愛知病人在我們家 我們就一直在搬家 所以才會請我的朋友 買再新社區的房子 我想這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所謂的敦慶木林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是在背後的一些價值 或者是長期以來的存在的莫名的恐懼感 即使這個社會其實對愛知病 已經有更多的了解 可是在存在我們心裡面的那種恐慌 恐怕對很多人 他還是必須要花一點時間才能夠去理解他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 跟鄰居之間的關係 其實也 也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包括在7月7號當天 其實你們也到了台北市政府前面來抗議嗎 那當天為什麼要去台北市政府抗議呢 那個議題又是另外一個議題 其實我們默默的照顧愛知病人以外的外勞 沒有人知道我們收容外勞 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台灣幫助很多在台灣生病 然後甚至懷孕 然後需要待產 還有一些比如說他有官司 他需要有人協助他 那一個人如果在異鄉裡面生病 病倒了以後 你說他是不是需要有人幫他 因為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 所以我覺得應該做 而且我早期發現了很多婦女 他可能因為在這邊工作也有情慾 所以他就交男朋友 不小心就懷孕 懷孕以後他可能在這過程裡面 可能變成非法 可能他還是合法 但是他不敢去產檢 因為如果他去產檢的話 就會被抓 所以他會躲在家裡自己生 然後有一些婦女 他就是養水出來了 然後生不下來 因為胎胃不正 他也不知道 結果嬰兒就 就死在肚子裡邊 因為缺氧死掉 那有時候媽媽也是大量出血而死亡 因為也沒有醫療 因為他在家自己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一次兩次三次 我發現我們不幫怎麼辦 我們不幫別人沒辦法幫 所以在外勞這塊 是一個比較艱難的工作 但是他基本上是短期收容 所以我覺得我也不需要 用外勞的議題去對外募款 我也不需要去嚷嚷 告訴人家我們幫助多少外勞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低調去做的事情 但是我想台灣有兩種人 是社會不能接納 接納跟包容的 一個是得到傳染病的艾滋病人 對 得到艾滋病的傳染病人 一個就是 是一個沒有身份的外國人 他是一個外國人 沒有人認識他 對他沒有信任感 不願意去幫助他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的榮幸 可以去幫助他們 在我的生命裡邊 我很高興也很快樂可以幫他們 所以我就幫 幫了以後 社區也是很不能農的 像這些外勞 他說你們外勞來來去去 那我很沒有安全感 我不曉得他們是誰 萬一他們對我們怎麼樣怎麼辦 其實我們文山婦幼部 收容的只有媽媽帶孩子 或是懷孕的婦女 他們都是一個很單純的個體 沒有什麼正義 但是我們外勞收容 我們有十幾個點 分散在台灣各地 屏東高雄 新北市台北市 新店各地方 我們都放著 看如果他是屬於生病的 就去我們的安養院 因為我們有照顧病人安養院 目前我們有 130幾個艾滋病人 我們在照顧 他們都因為免疫系統 瓦解變成植物人 癱瘓中症 臥床 眼睛失眠 他們沒辦法回歸社會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有空床 我幫助幾個外勞 對我們來說 並沒有太多的負擔 我想這也是很多人 會比較覺得好奇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幫助外勞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正當 而且也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關注外勞 或是關注愛滋病的 這樣的一個機構 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我們政府機關會去不斷的關切 而且關切的理由 其實有時候讓人家覺得 非常匪夷所思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請教秘書長 來談說 到底台北市政府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的關心 這麼的關切 你們關愛之家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現在收看收聽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 館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呢 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 記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 跟音訊的節目 我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直播 之後呢 會在公庫 以及在這個燦爛時光的網站上面 也會來播出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 是台灣關愛之家的秘書長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在前幾天 這個台北市政府呢 跑到 這個關愛之家的朋友 到台北市政府來進行抗議 因為台北市政府不斷的去關切 關愛之家 他們所謂的收容 愛滋病患 以及這個外籍勞工的一些狀況 秘書長你好 你好你好 管老師好 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也跟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也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說 其實關愛之家做了非常非常多 有關關切 而且這個愛滋病患 以及在最近這幾年 也對外籍勞工 特別是在弱勢中的 弱勢的外籍勞工 可是我們覺得很難理解的是說 為什麼你們去關心這個外籍勞工 卻會遭到了台北市政府的 騷擾或者是關切呢 我想 主要是社區抗爭 社區的局面動不動 就報警說我們叫揮法外勞 那每次警察來看一看 也都沒有事 也都沒有查到揮法外勞 但是他們查到很多合法安置的揮法外勞 就是說可能這個媽媽要生了 她大肚子了 或她生了孩子了 但她已經是變成揮法外勞 可是因為她需要這中間有要等待生產 等待孩子到三個月可以離境 然後或是說種種原因 所以她必須安置在一個短暫安置的處所 就是關愛之家 那我們只把孩子跟媽媽 媽媽帶孩子在這邊還有孕婦 但是他們就會動不動就報我們叫揮法外勞 然後社會局來指導以後 他就很不高興 他就 尤其現在換了一個社會局局長 以前我們一直有這樣的問題 可是以前的社會局局長 比較有智慧處理我們的問題 他就是覺得包容 他事情就過了 可是這次是換了一個社會局局長 他的作法就比較強勢 他就在3月24號開一個跨部會會議 要求移民署絕對不可以再找外勞給關愛之家 因為增加很多的困擾 所以這些外勞是由移民署轉過來的 很多是移民署轉過來 或者是移民署專情 對 然後還有醫院 然後法院各種狀況都有 還有一些什麼 你說各處的辦事處 泰國辦事處 會議兵辦事處 印尼辦事處 他們有需要幫助的這些他們的同胞 他們也會轉給我們 那我們是利用我們所有的資源去全力去協助 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覺得很好 而且我們從來不收費 那因為這個不收費 他們台北市政府也覺得很不高興 這樣 那當然這個不管了 就是說 在3月24號跨部會會議裡邊 還有5月6號兩次跨部會議裡邊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王浩 他就很生氣的說 這個站位我一定要來整頓 然後就命令我們的 證明說警政署那邊 叫警察 要照三餐來關心關愛之家 針對去關愛之家的人 早中晚要去查三次 然後是對著志工 對著住民 裡面的住民 還有工作人員 跟大孩子有身份證的 全部要查證件 所以我們剛好碰到一個老奶奶 是一個老志工 七十幾歲 他碰到他在樓下要上來的時候 拿了兩袋小孩子的玩具 然後警察要跟他查身份證 他就很生氣說 我七十幾歲我是兩名 我一輩子沒辦法 我今天只是來一個慈善機構 去做愛心 你查我的身份證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這個警察到底在幹嘛 就很不高興 他就這三個老阿嬤就沒有給他查 但是上去就一個一個還是被查 後來我們發現 馬上就叫市議員去處理這件事 我說這個是太嚴重了 那所長才又打電話給我說 抱歉楊姐 楊姐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當為社區的打手 那這個是誤會 以後我們再也不會這樣 我們回到以前 你們還是提供名單給我們 我們就去仿視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事情就過去了 過了以後再 那當然這 這五月六號又開了一次會 這次就是 告訴大家說 你們移民署不准再轉外勞給關愛之家 你們也不准 你們也要把現場所有的現有轉的外勞都要移出去 這樣子 就命令移民署要這麼做 然後 也是很 很 很就是王豪先生他很不客氣的說天下之大 為什麼你們要把所有外勞丟到台北市來 你幫我們台北市當成你們家出房後面的垃圾桶嗎 就是都是講一些企劃 那我想說如果是一個 政務官員他曾經做過社會福利 我想他不會講這樣的話 他會知道社會問題 他會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 知道社會問題這麼大 你還停止這個恩基 民間機構他之所以存在 就是為了解決政府做不到的 所有邊緣的問題 那民間機構這麼努力的在做 而且不是收費不是賺錢的 你還來打壓他 對你有什麼幫助 對所以我們 我們的爭議就在於說 你怎麼可以一個地方機構 一個台北市政府 去命令一個中央機構 就是移民署 不可以轉外勞 不可以怎樣 然後指導他怎麼做 而且要求外勞 有這麼多的外籍問題 那你移民署就要去成立一個 一個中途之家去幫助這些 你們後續需要幫助的人 那其實本末倒置 社會局就是要來幫助這些外勞 幫助社會邊緣的人 而不是叫移民署 放掉他本物 然後來做社會福利工作 那這個有點奇怪 所以我覺得 後來我想一想 我們這麼努力在幫助人 如果 未來這些人不被幫助 是我最大的痛 而不是我不能做這份工作 我不做我也無所謂 我比較輕鬆 可是我想到那些在待產的媽媽 在上三個月以前 有一個婦女拿了一個印尼的簡報 跑到我們現在協會辦公室的樓下 然後就肚子痛了 已經很痛了 他就幾乎就蹲在地板上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也很敏感 看到外籍又大肚子 就直接問他你是不是要找楊姐 那個人就點頭 就把那個簡報拿出來 那他說他前一天晚上 就已經在我們附近 因為我們打烊了 所以他就在附近的飯店 就等他想 我要死在台灣 我要死在台灣 因為他肚子一直痛 後來 我們工作人員 帶他到醫院 一個小時候 他寶寶生下來了 很健康 我想說很多的人 都是在求助無門之下 他自己生了孩子 結果大量出血 他死掉 可能有時候幸運孩子沒死 但這過程 如果沒有人幫他們怎麼辦 還有一些生病的人 我們最近有一個 泰國的婦女 有他的四個朋友 一共五個人 到了我的家 到了我們關愛之家來 然後說他這個婦女 病得很嚴重 那當天我沒注意 我說明天早上再去看醫生 然後隔天早上他又說很痛 我帶到外方醫院以後 發現他整個胸腔全部潰難 那醫生說是胸乳癌末期 已經到了肺裡面都感染了 那個癌細胞都進到肺裡面 然後每天幫他放了800cc的肺水 然後住了兩個禮拜院以後 就到我們的成人部去安養 安養了差不多 因為中間還要辦旅行文件 然後一個月後他就回他家 回他家一個月以後他去世了 他的同感就寫個簡訊給我說 謝謝楊姐你們的照顧 我那個朋友已經去世了 我們照顧很多這樣的人 我想包括在台灣有一些得到肺結合 得到愛滋病死亡的一些外國人 我們也在最後送他們 能夠讓他們能夠平靜的回到 就靈魂或是骨灰回到他的國家 我想這是一個人道救援 人道救援沒有分國籍的 對但是如果我不能幫他們的話 這是我最大的跑步 其實剛剛楊姐特別提到一件事情 其實你剛剛提到說 這是一個合法安置的非法外勞 也就是說你們這邊的這種協助的 對象很多都是像移民署 或者其他的單位這邊轉介過來的 那這其實讓我覺得很納悶的一件事情 那這應該是政府要去解決的問題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一個很好的安置 那政府就應該想辦法去照顧他們 那怎麼會台北市政府就是跑來說 你們不要去收這些人 然後把這些人去趕走 然後甚至要盤查身份證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本末導致的事情 就是似乎不是一個政府機關 他應該要有的作為啊 而且他還命令那個警察局 把我們文山的裡面有兩個副有副 就是木星路還有新隆路三段 把這兩個點列管 那列管的意思就是 每個月都有警察要去訪市 而且要查身份證 然後遷移戶口非常的難 他就要我們裡面的人 不住在裡面戶口都遷走 住在裡面的戶口要遷路 好那這你要遷路的話 我們前天才發生的 我們有一個媽媽她在裡面當主任 她因為先生感染艾滋病 把她傳染給她 所以她夫妻都感染 但是她是一個緬甸籍的婦女 她很認真 她保姆執照也考上 駕駛執照也考上 現在看護工執照她也有 我是覺得說一個這麼努力的人 然後我們當然就讓她當主任 沒有分國籍 所以她是副佑部的主任 然後她在那邊住了7年 所以李丹就是把戶籍簽進來 結果她要去簽戶籍 不正事務所的人說 我要你有住在裡面的事實 可是她也認識她 她也知道她住在裡面 但是她還要事實 所以昨天早上 就又帶回前天早上 又帶她回到我們家拍照 還說你的衣服放哪裡 你的什麼東西放哪裡 都要交代的很清楚 證實你是住在裡面 她才給她簽戶籍 你說全台灣有哪個地方 簽一個戶口 要拍照存證 要去做這些事情 只有關愛之家被列管 所以我說 這段時間4個月以來 我也是非常的穩準 因為我們幫助該幫助的 我們做該做的 但是沒有人 有很多人能夠理解 然後來幫助我們 有很多的職工 但是社區的人聽到了 社區的人了解 那些反抗的人 那些有啟示的人 對人有偏見的人 包括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王浩 你聽到了嗎 你知道民間的需求嗎 反正聽到百姓的需要嗎 聽到很多弱勢族群的人 他們在哀嚎嗎 我想要透過你們這樣子一個 媒體的傳播 或許能夠讓我們有希望再做下去 我這兩天一直在想 我要出家這件事 我想 我想這個民主長 可能還我們可能有社會 必須有更多的支持 那不過其實回到這個事件的本身來看 就是你們去台北市政府抗議的時候 這個社會局的副局長 黃金高 他有說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其實 他們來去照三餐去關切裡面 並不是因為外籍者的這個問題 而是因為這個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的問題 因為他們在說 他們查訪之後 發現有20幾位孩童被安置在這個地方 然後相關的照護人員空間 都不是一個合法的環境 這是一個事實嗎 你們怎麼去回應這樣的一個 黃副局長的這樣一種說法呢 我們那棟房子是我的朋友 買給我們免費使用 他有158坪 他可以安置收容的孩子 其實是很多的 因為他空間夠大 但是因為 那時候買房子的時候 不曉得一二樓是屬於防空設備 因為建商希望 把隔壁棟的公寓一二三四五樓 讓他好賣 就把所有公共車是灌在這棟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申請立案 但是如果我們裡面 不要收無一的孩子 也就是孤兒的話 那是可以媽媽帶孩子 或是孕婦本身 這是處於中途之家 中途之家沒有法源依據 所以我們是可以合法收容 我們並沒有任何違法 所以我在生氣的是 他說我們違法收容 我們根本沒有違法 你要說 你超過四個孩子 你就要有孤兒院 四個孤兒 你如果超過四個身心障礙 你要去成立安養院 超過四個老人 你就要去成立老人中心 超過三館的病人 你就要成立副理之家 你就必須成立副理之家 但是如果這些都沒有 你收容的這些人 都不在法規受限裡面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當中途之家 去庇護所有 你可以去幫忙的那些人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是限制於 兒少機構是限制於 是孤兒 他沒有爸爸媽媽 沒有親人在身邊 那才叫 但是我們的孩子 他們媽媽可能有的在外面上班 他晚上會來跟他帶回去 我們附近的小腿 我們附近還有幾個公園去睡覺 所以白天的時候 看起來孩子多一點 但是到晚上的時候 各自有媽媽帶著 所以並沒有違法 那他本身沒有來過我們這裡 所以他自己就充滿想像 如果你來過 你再來批判我們 再來糾正我們 輔導我們 我們都很高興 可是當你沒有的時候 就一意的說我們違法 這是沒有違法的問題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聽得懂我的意思 我想這是 這樣的一整個事件 絕對不是一個關愛之家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說 在所謂的輔導這些小朋友 或者是在協助這些愛知病患 或者是協助這些外籍媽媽 或者是外籍移工的 這樣工作 也絕對不會是只有關愛之家 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是整個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個問題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事件當中 他凸顯的反映的是 整個台灣社會福利制度 一個非常重要的 非常大的一個肉絲 或是一個缺憾的地方 那這個台北市的社會局副局長 也說要 近日之內要召開協調會 那這個關愛之家也表示說 如果這個事情不解決的話 也會再進一步的抗議 那我們會希望這件事情 其實從這個個案 能夠去慢慢理解到 背後更大的一個制度上面的問題 那今天非常謝謝秘書長 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希望以後有機會 其實我自己本身還有更多 有關於愛滋病 或者是關愛之家的一些問題 想要請教你 包括像中國的 這個愛滋病的這種發展的 這種狀況到底是什麼 那不過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只能跟大家談到這邊 謝謝秘書長 謝謝我們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 我們下禮拜空空再會 謝謝拜拜 天空的眼淚 曾經 請 資格 下 Omega 點 见